大家好,我是莫莉芬芳 今天和你分享听音乐的十大妙处 一,工作时听令人愉快的音乐 有助于更快完成任务 尤其是重复性的工作 例如检查电邮或整理文件 研究显示 外科医师开刀时 若一边听自己选择的音乐 准确度和效率都会提升 美国康乃尔大学的研究人员还发现 欢乐的音乐有助员工通力合作 做出增进团队利益的集体决策 二,2010年一项小规模研究指出 音乐能减少压力荷尔蒙皮植醇分泌 效果和按摩治疗一样好 科学家让焦虑的病患听音乐 随机指定其中一些人同时接受按摩治疗 其他人则只是躺在光线昏暗的房间内听音乐 三个月后 纯听音乐主焦虑降低的程度 和边听音乐边接受按摩的人一样 三,专家还发现 手术前听音乐能减轻焦虑 减少对镇静剂的需求 手术后听音乐也有助于减轻疼痛 2015年英国医学期刊 刺歌针发表一项针对73项研究所做的分析 证实在手术之前 期间 之后 听音乐 能减轻焦虑和疼痛 止痛药的用量也因而减少 四,荷兰和澳洲的研究人员发现 相较于静静作者 聆听愉快欢乐的音乐 会让人想出更具创意的解决方案 原因可能是音乐能改善脑部的应变力 或让人放松到足以创意全用 但音乐声不要太大 研究发现中等音量是创意的温床 第五 美国马里兰大学研究发现 听尽快的音乐能让血管扩张 增加血流量 使心血管更健康 研究对象听了令人愉快的音乐后 上臂血管的直径 平均增加26% 一项综合26项研究 涵盖近1400名心脏病患者的分析发现 音乐能减缓心跳 降低血压和焦虑 六,不想再运动了吗 研究发现 不论跑步、走路或骑脚踏车 若是一边听音乐 可以坚持更久 音乐能转移注意力 让人忽略不舒服的感觉 激励我们配合节奏继续下去 2012年有一项评论检示 音乐对于运动的心理效益 作者甚至因为音乐的效果太好 而称之为一种合法的体能增强药物 第七,播放最能激励自己的歌曲时 会感觉活力瞬间涌现 此言不假哦 一项以大学年龄层男性为对象的研究发现 练深蹲时,若一边听最喜欢的音乐 开始的爆发力和后续的速度都比不听音乐的人来得好 此外,运动时听音乐 跑步冲刺速度会更快 举起的重量也能撑住更久 第八,摇篮曲不只适合婴儿听 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的研究显示 睡前听音乐可让人较快睡着 夜里较少醒来 早上也比较有神清气爽的感觉 台湾一项研究发现 有睡眠问题的老年人 若睡前听45分钟柔和缓慢的音乐 睡眠时间增加35% 白天起居也比较正常 九,音乐治疗已有数百年历史 而现在我们逐渐了解各种机制 最近一份针对400项研究所做的统合分析指出 听音乐能促进身体产生一种 攻击病毒核细菌的抗体 称为免疫球蛋白A 以及杀死入侵病毒核癌细胞的天然杀手细胞 十,也许阁下听过 阿兹海默症患者听到首席的歌曲时 会变得较有活力 研究显示 音乐会帮助他们重拾记忆 改善沟通能力 以及记得自己是谁 唱歌尤其有效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阿兹海默症患者若经常高声唱出最喜爱的歌曲 认知功能可能逐渐改善 今天的文章就和您分享到这边 欢迎订阅及分享茉莉芬芳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鼓励哦 下次见